大家好 欢迎回到来《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6月8日星期二的限时间 今次有我许乐山 还有我们的纽西兰小白红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 纽西兰波罗仔聊聊天 耳得台仰 大家好 请大家赞我们这段视频 留言 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正向报浪冷气》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今次回到来 继续跟大家跟进一下 这个头条新闻事件 被这个非常可惡的王喜 搞出那一集什么什么警方消息 这样那样 本来早前 通讯事务管理局 已经他们发了警告信 说他们那一集的内容 欠缺准确性和辱警 没想过这帮港台工会 再联同记协两大魔头携手 搞这个司法覆核 那个聆讯 其实昨天就叫做开始了 今天就叫做继续了 我们等到法院有多一些消息的时候才拿出来 就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一样聊聊一下 的这个工会 没有想过 他 没了益龜羽的人血外党被咬者坐再满坏 然后 玩个东西 还要和这个记协 他们对于 所谓的 不能够 什么创作自由啊 又说打压啊 又说ств跟偶主 我自己都很紧张,万一大吉利是,大吉利是,真是被打赢了,你知道他们那些有个口,多么衰的,到时候说,终于还我们自由了,我们可以封刺是弊了,封刺是弊都不行,是不是怎么怎么怎么,又是什么红线,又这样那样,下山一万字,大概都想到到时候会怎么玩的了,希望通讯局那边的资深大律师,真是加把劲,我们不如听一下他们今天在法庭上, 上面怎样说,好吗?那申请人就是这个香港电台的节目制作人员工会,再加上这个香港记者协会,答辩人,大家不用说都知道了,就是通讯事务管理局方面,这两大作恶的组织,意思就是指那一集的头条新闻的内容,被通讯局说他们是欠缺这个准确性,和这个侮辱警员,质疑局方这个决定是不合法的, 哇,听到我们真是火热了那一只,那我们听一下通讯局那边的资深大律师怎么说,好吗? 他就说了,其实局方是一个独立的法定机构来的,由这个教师,社工,律师等等,不同的界别去组成,以他们的经验,和这个专业知识,去处理这些投诉的,处理这些投诉的时候,就会考虑到广播的内容, 也都要,最重要是什么呢?平衡到,和评估到,社会各界的利益 那他也指出了,港台方面呢,是需要遵守这个电视节目的守则的,也都根据这个守则,要作出一些负责任的广播,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代表律师都说了,这一宗案呢,所涉及投诉的节目播出的时候呢,香港仍然是受到2019年,社会紧张动荡的背景所影响啦 子民和警方之间呢,那个信任,可以说叫做有磨损啦,已经是不容争辩的事实来的,其实都不是磨损那么简单啦,我觉得甚至乎叫做互相要用武力去解决啦 那也都说了,局方呢,也都需要考虑到,节目的内容呢,究竟是不是有构成这个叫做欲警的,也都需要考虑到那个叫做影响性的 如果你问我呢,喂,你拍到那个警察啦,即是王喜办警察啦,在垃圾的箱里跳出来啊,又拿一些胶袋那里,纏着自己啊 再加上呢,用一些很侮辱性啦,即是说,阿sir为什么要站这么远啊,还是怎样怎样啊 是不是怕了那些下船的人啊,还是怎样的,所以我叫做警方来说那些警员啦 那法官呢,那他又怎样看呢,这个呢,我们暂时呢,看看这一天的审讯先 我们不要那么快呢,对法官的讲法,和他的意见呢,就下定论先啦 我都明白的,有些人可能一听到法官这样讲呢,可能已经先流了 首先,我们千万不要这样,我们要尊重法律的程序 那法官说什么呢,他说,哇,节目呢,是不是需要考虑到2019年的背景呢 那他就说,哇,那一集的节目呢,是以2019年呢,当时候啊 19的问题呢,就作为一个背景的,那不明白啦 为什么要考虑到警员呢,和市民之间信任会不会受损 那也都和警员被诋毁呢,究竟没有什么关联呢 那他就提出这个质疑了,那当然啦,代表律师方面呢,也都不是省油的灯来的 那他也都列出了,哪些位置要一拼考虑呢 他就说,节目中啊,这个王喜呢,就扮警员,就出入这个垃圾桶啦 已经是对警员具有这个叫抵毁的意思啦 其实是呀,喂,你为什么需要在那个垃圾桶里跳出来呢 为什么要将那个,你扮警员之余,还要纏着那么多的垃圾桶啊 纏到身上一件二件啊,那些还是怎么样呢 这个位置是相当之离谱的,那如果假如有人扮法官 那那个法官在那个垃圾桶里跳出来,或者那个法官在那个垃圾桶里面 就做法庭的工作的话,或者甚至乎扮律师,是不是 那为什么要这样扮呢,这样套回来说呢,大家一明眼一看就知道了,是不是 同意啊 那我们都要讲一下,这个香港电台工会,还有呢 还有呢,香港记者协会那边的律师呢,怎么说呢 好吗 好啊 那他们都拖行马来打这一场官司的 找了一个资深大律师,再回答一位大壮呢 一起,哇,双响炮啊,来帮忙啊 那他们的代表律师,一开始有劈头怎么说呢 这一宗案,和言论之友,是有这个食食相关的 涉及到呢,针对批评政府容忍的界线呢,究竟是哪样 哇,好像说到有标志性的决定那样 即使呢,今次这一宗案,不是牵涉什么欲不欲警那么简单 我说到呢,是往后,究竟能不能够去,在言论上 或者可能在一些新闻创作上,或者好像类似这样的节目的情况底下 能不能够批评政府,扮政府人物定点啊 或者用不同的形式会讽刺时弊,那行不行呢 哇,这样说到自己呢,很有劝时代,很有代表性 那也都强调什么呢,申请人呢,并非质疑局方的独立性 刚才,因为我一开始都说了,就说了,那个局方究竟有什么人员去组成啦 那,就扮了事了喔,又说,我们不是质疑他这个 而是呢,认为局方错误理解和应用这个电视广播守则 那也都说了喔,头条新闻呢,已经有30年的历史啦 节目都是讽刺时弊为主的,是不是呢? 我觉得讽刺时弊不要紧,你要基于一个事实 而王喜做的事呢,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因为我认为这个问题在这里 不过这个是我粗浅的看法 因为,现在你看到有很多人,他们针对特区政府 针对特首,针对郑若华,针对陈兆史 没有根据的,是乱差的来的 就是,如果你有根据这样骂呢 或者有根据这样讽刺,我觉得没有问题 但是现在他们这班人呢,做的事就是 你没有根据的,你硬硬屈下去的喔,其实是 你硬硬屈下去,其实就不适合 我们也可以说回,他继续如何执着电视广播首则里面 来到在法庭里玩 他就说,个人意见的节目的准则来到看 或者来到规管,头条新闻这个节目 似乎来到再裁定他们的节目不够持平 好像不是很适合 他说,个人意见的节目指什么呢? 新闻,时事,纪录片等等,以传达事实为主要的节目 就会出种促进公共和社会事务的讨论 他说,所以这一类节目呢,引述的事实,真确性就有很高的要求 接着就在法庭里播放了王喜的那一集的头条新闻的节目 当时的节目里面也有提及到医护 以罢工的形式要求封关和口罩不足够 前线人员那些保护装备不够等等的社会状况 后来就到了他们的气肉 就是王喜就在那个警方消息的环节里面就讽刺 警方当时就取消那个巡逻 希望减少接触到那个19个机会 接着代表律师都说 好了,头条新闻其实以一个戏剧的形式来表达 属于这个叫娱乐的性质 对于演员的言词比较夸张 和语调比较讽刺和嘲笑 都是以一些幽默的方式来讽刺时事 或者政治人物令到读者开怀大笑 他说任何的读者或者合理的读者 都不会当这些事实为主的 都是当一些笑话一则的 那你懂得说笑就行了 那很好笑吗? 将个警察就去扮警察 纏着垃圾袋在垃圾箱里跳出来 我不觉得这样不好笑 你觉得好笑而已 是吧? 你不可以觉得你认为好笑的东西 就加注于在所有人的身上 有一件事,它是一个公共广播机构 可以笑警察的 我觉得笑警察都不一定有问题 譬如你在一个戏剧的情况之下 你笑警察 就像美国阿森一族那样 阿森一族 就是The Simpsons 他就笑他那个警察 整天都笑他们的警察 整天吃甜甜圈的 那是有事实基础 因为警察真的整天吃甜甜圈 美国警察是 很肥的 就是你要有事实基础 是吧? 你要去香港找个警察 在垃圾桶里捐出来 让我看看 有没有 比如 贝贝斯 贝贝斯 他也有些戏剧节目是笑警察的 有的 如果没有记错 还是Mr.Bean做的 他笑警察的官僚行为 事实上 英国警察真的有些官僚行为 我有事实基础是可以笑的 我认为 但是 这一次就很不同 王喜做这件事 是没有事实基础 而且他扮演一个时事节目 这样在笑的 他不是一出戏剧 戏剧很明显可以告诉别人 是假的 但是他不是 他在一个讽刺时弊的节目里做 是不是? 那讽刺时弊你要有事实基础才行 不是胡亂闹 我们也有批评特区政府那些不好的东西 一定要有事实基础 首先 阿社长你说到有阿森一族 他们的律师也在庭上也有说 有说芝麻街 他说里面有一个角色叫Oscar 都很喜欢跳出跳入 立所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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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的形式来到夜宇 警方是一份不错的工作 拿警察来开玩笑而已 没有恶意 如果他说做的话 他要再做得尽一些 如果是的话 他可以将E3蓝楼的王旗 都扔入垃圾桶 对田区 那就不会扔入垃圾桶 哇 你不要 你都说了 这个律师真的有你说就没人说了 我律师其实就说那个东西叫Oscar the Grouch 他是有一首歌的 就叫做I Love Trash 我最喜欢垃圾 这首歌就唱给那个律师听就对了 我小时候都是看芝麻街学英文的 我儿子小时候都是看芝麻街的 ABCDEFG都是看芝麻街的 你不要跟我讲这些 芝麻街的东西是绿色的 没错 那是不是一只警察 不是嘛 即是你王旗可以扮这样的东西 但是你扮独色一只东西 嗯 是不是 那他也都在扭的 就帮警方怎么去扭呢 或者是帮这个王旗怎么去扭呢 他说喂 你最多都是说他是讽刺 你说由嘲讽去到侮辱的话 梁姐来说那门楼就相当之高了 那个界线究竟是怎样去呢 去探讨呢 他说就是在这个法庭慢慢去探讨 似乎看了一个势就有很久去探讨了 究竟你说是否叫做侮辱警方呢 我想其实一开始 在这个通讯事务管理局里面 给他们的警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是不是 竟然还要玩到法庭了 接下来究竟还有一番龙僧虎斗 还有些什么要讲呢 我们接下来再和大家一起跟进一下 好吗 好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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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